沒辦法 先開起來 現在幾點 現在先看看周圍的環境 有沒有聽到聲音啊 有聽到聲音嗎?聲音清楚嗎? 看看外面的環境啊 這是中原大樓 目前這是我上班的地方 好,看看外面的環境啊 新紀元廣場,叫Grand Millennium Plaza 太好了 聲音會很糊嗎?因為我得戴著口罩講 等一下,我先開起來 那我預計從上環走到南桂坊 然後可能就附近放一放 然後因為香港的街道非常緊湊 那我也不想走太快 我就邊走邊講 那如果有看到什麼有趣的地方 就弄給大家看 有許多 那開這個直播啊 那個主要是 反正現在大家說 在香港都動彈不得 那因為我的聯遊 欸對對對 比較像是那個上次跟 國中同學一起來玩耍的路線 那上次的旅遊其實非常有趣啊 就是帶著 國中的同學啊 素人 然後就是 我稱為一個南桂坊 佔酒家的行程 就是在每一家酒吧 就只點一杯酒 那點完之後呢 就 轉到下一家 看看我們可以喝幾杯 那後來好像 喝了三杯還是四杯的樣子 我有點氣不得了 可見人體還是有一點極限啦 雖然說有這麼多 好喝的酒吧 其實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去到透 好好玩 下次再一起過來玩 原來是四杯 那因為我知道 我的聯遊有很多都是 在香港啊 在台灣啊 或者是在海外以前的朋友 那可能有很多人在香港工作過 或來香港玩 不過我想他們今年 大概都沒有辦法過來 那 我剛好趁這個機會 拍拍這個街景的環境 讓大家看看 好現在 四點 這次直播的用意啊 就是看看香港的環境喔 那我想 問這個問題的老朋友 你已經很久沒來啦 那首先我們就開始 下樓梯下電梯 那就是讓大家看看 在新年 在跨年這一段時間 除夕這一段時間 香港的街景 慢慢走了 坐 慢慢坐電梯下樓 那首先我們看到一家 已經停業的 一個停業的餐廳啊 他本來是開那個 開賣港式小點心的 點心 黃點 那目前就是兩人限距離嘛 其實 這些小點 一樓都是三個 啊兩個也很難吃 那乾脆就把它收一收也是正確的 好目前 我走下來 就是從我辦公室走出來啊 那這個地方是上環 上環 那大家看看附近的環境 那這邊有一個 Fanko 遠處有一個Fanko 那還有 那個二樓那一個 叫做Franfran Franfran 應該是Franfran沒有錯 是我蠻喜歡的一個家具 家具用品店 那我正前方是李寶春啊 那就是以前 我在裡面 遭受蠻多荼毒的地方啊 那當時候在分析師 這蠻高的大樓 大家看一看 那李寶春是以前我待的證券公司當 首席競技術學家 當時候待的 辦公樓 當時候上班 曾經有9點 12點 3點 6點 各種時間上班的紀錄 是一個非常艱苦的一個過程 在直播啊 那個 呃 目前正在直播 那我們直播路線就是從上 往南桂坊的方向走 那在我們對面這個就是中原大廈 那中原大廈對我也是很有感情的地方啊 那就是我第一 剛到香港的時候待的公司 叫做群衣證券 當時候就是在這邊上班 而且我在 呃 上完 這附近上班大概也 累積算一算也快五年的時間 那這裡有一個廣場 那 那這個有一個中原大廈的 那個 那個辦公樓的標誌啊 那都是抽煙的地方 那這裡有一個水池 那所以你說 上完的水池 有一個大的噴水池 就是知名的一個地標 那這是新紀元廣場 看看樓有多高 還好沒有很高 但是你可以從 啊 鏡子 反射看到對面的大樓 那才是震震非常高啊 我們看一下中原大樓 喔這是 上完最高的樓 那接下來我們慢慢往上 南桂坊的方向走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是 該亞這家義式餐館 還不錯 其實蠻貴的 這是一個蠻貴的景觀餐館 而且它有提供戶外的火爐 戶外火爐 所以這個坐在戶外吃 也不會覺得太濃 這就是 我覺得香港比較 比較 非常歐式的地方 就它這個 連戶外的這種擺設 都跟 西方國家蠻像的 好 好 那我們慢慢走到 這邊 就是 黃厚大道囉 黃厚大道中 黃厚大道中 那這裡可以看到 黃厚大道中的標誌牌 183到189號 那再往右走 這邊是文賢東街 就是 知名的海衛街 就像台北迪化街的地方 不過 我們今天不往這個方向走 我們是要往上 往中環的方向走 好 那我們開始 開始 往 中環的方向前進 看到路上車也是蠻多的 陳毅齋 剛剛哪家吃過一次 是 Gaia嗎 但是 它的酒還蠻好喝 義大利你也不錯 而且最值得就是 坐在戶外區域 喝個小酒還蠻舒服的 那這種小 小街上都有賣一些 想給你的東西啊 像水果啊 什麼的 或是生活用品 走走走 我們路人幫我們打招呼 可以看到路上其實老外蠻多的 看到水果都會不自覺的停下來 這小巷賣的東西都蠻便宜的 那這是手搖冰店 蛤 差點撞到 那看到路 對面有一個 店家叫FREE 那這一家本來是一個 新 是蓋好還是重新裝修的大樓 就它一弄好之後 結果就遇到這個疫情 所以它先前是 做這種鞋子的特賣店 就蠻娘春的 所以 香港街上的這種 銀售銷售其實都有一些 重新店面的置換 那比如說這個是 Ello Press 那以前我們也常在這邊聚會 吃牛排啊 整館有很多餐廳 不過你看Ello 現在變成一個UGO 就變成一個超市 現在酒吧 有些都蠻難經營的 補鞋 可以看目前這個小小的酒吧還是有開的 主堡店也是有開的 好 那我們就走到這附近的一個大樓 就是 中環中心 就叫The Center 那不過 現在這個時間 現在人潮不算太多 這個樓有多高呢 那我們把它 往上拉一下 看起來是真的很高啊 目前大家有許多在這邊 趕著坐Taxi的人潮 已經準備 準備 下班回家 這個 這個中環中心很奇怪 風水大家一直說不太好 在每次金融海嘯的時候 或是經濟下行的階段 那個裡面的企業就會導成一片 導致它的那個住進率一直不是很高 我們看到對面 街上 其實蠻熱鬧的 在中環小巷裡面 這些商店有些物價都是蠻便宜的 等一下走到四端頓街嗎 是順便要看房地產的意思嗎 恐怕 是不如拿走過來 是走不到這麼遠 好 我想很多人對這種 ㄝ 十字路口 新人穿越著這個路燈聲音 是很熟悉的 就是噹噹噹噹噹嵩啊,又催促你趕快走 對面的街景 那這裡就是到 半生手扶梯的地方 半生手扶梯的地方 好這個就是 中環街市啊 那目前正在remodel 目前正 大概 大概有10年的時間是一個廢墟 那我每次走過因為都廢墟空氣很糟 鼻子跟眼睛都很痛 最近就是開始再重新改它的內裝 所以它還沒改好 那不過看起來就是 整個街景的景色開始不太一樣 有變好的跡象 接下來就是等著過馬路 看看這個 看看這我們剛剛走過來的地方 這是皇后大道 其實現在人潮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那過到馬路就會到以前我的辦公室 所在地的大樓 就是100QRC 對那個是以前的Express 現在已經收掉了 好像許多這種店鋪都撐不住 看看這是100QRC 那我覺得這是 這附近最好的一種寫字喔 那不過因為 業主也不知道有什麼想法 就把這個辦公室給收回去 所以我們才搬到比較上環的地方 租金房比較便宜 那樓下本來是一個高級的鐘錶店 東方錶行 那現在改成 東方錶行 那這個改也是有它的道理 因為 東方錶可能在這種時節 可能你什麼營收都收不進來 那你改成這種零售 而且是跟日本商品有關的店鋪 可能都是可以創造比較大的收益 你看目前還是有排隊 因為 等著入場的人潮 欸 那我們看 越往南櫃坊的方向走 那人潮也越來越多 那這就是以前我們大樓的入口 100QRC 要給他一個特寫 對面就是一個萬宜大樓 欸 來 我看到有一家店鋪也說了 是以前的TopShop 以前好像賣女性的用品 女性的衣服 那不過整間都已經關了 看起來也是 撐不過疫情的煎熬 那我們看一下這棟樓 這棟樓其實非常有趣 它是最近剛裝修好的 那這棟樓它最有趣就是說 它在中環中心開了一個義廊 那整間都是 以藝廊或是展 那個這個 怎麼說呢 藝術品的展售空間為主 樓上有一個不錯的酒吧 就是Picnic 不過現在酒吧都關了 那一樓是MLV的商店 欸 我們可以看到遠方 其實有蠻多人潮的 走走走走走 喔 人很多所以我們要 要小心 繞過他們 接下來你可以看到這個路 這條路就是所謂的石板街 石板街被譽為是香港第一條道路 歷史非常悠久 那隔壁就是Course 那關於Course 我有一個笑話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女性 她是人妻的 大家不要再妄想 她對於香港的 地標的記憶點就是 喔 這個是在黃河大道石板街附近 不知道那是哪裡 喔 就是Course那個角落 她就知道了 因為 她的記憶點都是 以有趣的店鋪 她會逛個店鋪作為 一個 地標的記憶點 我看到現在走路有點困難 因為路上的人潮 逐漸加多 好 看看這些商店 目前都還有開 路上行人也蠻多的 不過我也搞不太清楚 這是上班下班的人潮 還是出來 散散步觀光街的人潮 看起來都不像 你看到 每個人都 很認真戴著口罩 嘿 我爸媽也上來看了 嘿 然後又到一個知名的地點 這就是ZARA 那ZARA以前 那的確啦 就是以前我還沒到香港的時候 然後這一個店鋪 以前是H&M 那有許多 台灣的朋友來到香港就說 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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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香港 皇后大道中的 H&M 我說喔 OK 那就是一個非常清晰的一個景點 那越往中環的這個方向走 你可以看到珠寶店越來越多 周大福 喔 金寶錶行 那以前有 台灣的朋友在這邊上過班 有一個特寫 那這餐館也都關掉了 嘿 那你看到有許多鐵欄杆 那這代表未來 呃 在幾個小時啊 這邊可能都是一個 交通管制區啊 喔 這邊有一個東方錶行 繼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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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不過看起來路上 嗯 就是拿了自開放在路上走 也不多啊 所以我 沿途都看到有人在看著我 這樣 喔 這是一個很大的中環表 周大福 講錯 那這 Mask Lab 就是前幾天 我有跑到來 到這邊來買 呃 彩色 呃 圖樣的口罩的地方 那這些鐵柵欄是 最近才裝上來 可能就是晚上 會不會開始 呃 德吉利街 德吉利街 這個名字 我其實不太會念 我也不知道 知道它是法文 英文 還是什麼文 好 那以前香港的高級的長官 好 那接下來我們往南桂坊的方向走 看到南桂坊 逐漸接近我們 好 這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 到底是我接近的南桂坊 可是南桂坊接近我們 這是一個 呃 人數的畫 你看這就 這都準備要封路啊 那路上有非常多的警察 我們看到真的 我做交通管制 警察 在這邊部署非常多的人力啊 看看 能不能再走過去 欸 擁擠 想不到擁擠還沒關 不容易 那這邊過馬路有一個技巧 就是要快很準 否則真的是很難過 因為這邊會有三方匯流的車流 又沒有紅綠燈 導致於 大家只能看 看勇氣過馬路 你看大家都過不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 不管了走 好 接下來我們往南桂坊的酒吧區走 好 接下來我們往南桂坊的酒吧區走 果然是一片荒涼啊 看看現在都沒有什麼人流 好 看看現在都沒有什麼人流 這是往土地公廟的一個道路 這個是交通管制區 好 那接下來我們往南桂坊的酒吧區走 我們就繼續往上走 我們就繼續往上走 這邊有一家Cafe Cafe Academic 台灣 台灣資本的咖啡館 接下來就知名的地標啦 南桂坊的牌照 我們看到現場有人在這邊自拍 我們是要跟他們夜一下 那裡面都是一些 相當多酒吧 目前已經有 有人在這邊小酌啊 那從這裡面進去是 那從這裡面進去是 有許多 泰國菜的 餐館的地方 好 再往上 又看到一家有名的店 這就是Iso Mania 也是我還沒到香港工作之前 就來拜訪過的酒吧 現在看起來好像還太早 沒什麼人 那這個角落 原本都是人山人海 好在晚上的時候 不過現在 當然 人潮都還沒 出現 然後出口 所以南桂坊這個地方不大 這是滿滿的酒吧 而且這個算是南桂坊比較 比較低的一區啊 它有 南桂坊上面還有下面 下面大概都是觀光客為主 它上面就有 就本地的 就本地的 上班族 喔 或是 本地的消費者比較多 南桂坊 南桂坊掏 南桂坊掏 走走走走 好 接下來我們走到 雲賢街 那再轉過來就雲賢街 那雲賢街上面也是 購買了酒吧 走到這邊就會感覺到 老外的比重比較高 這個門進去也是個酒吧 曾經去過 這是賣那個 Powder的店 蛋白粉 所以圍成這樣反而比較好走 車子變少 這是Tasmania 這是要特別介紹 因為這是 我的同事 Tiffany跟他老公認識的地方 從此 在我的促成之下 兩人結成 姻緣啦 我們繼續往上走 拉吐喔 對 你們大概都一年內都沒有辦法來 阿斯曼尼阿波羅 哇 艾文你連這個都知道 這裡有個秘密通道 可以往下走 是快速通道 那對面是 欸 這個 對面這家餐館好像也換了 換了店名 這是以前我們常在這邊吃brunch的地方 Jack and I 厲害 Jack and I 來給最更耐一個特寫 最更耐在二樓 最更耐 最更耐 好 欸欸欸 再回來再回來 怎麼把它調回來 調回來 調回來 這是雲奇人街 好的 九八九八 看一下九八 又是一堆九八 欸 可是按照我們 這個速度 可能真的可以走到四丹頓街喔 喔 那我們就可以探訪四丹頓街的豪宅 班高囉 依弘院 這邊 這邊餐館非常多啊 我記得 還有一家餐館是從秘密的門打開進去 而有一個非常大的 喔 印度餐館店 我現在 我只記得曾經去過 現在又從哪個門進去 我都搞不太清楚 或許是這一個地方進去了吧 看起來恐怖恐怖 不 我不喜歡半山 我覺得住半山蠻蠢的 喔 這就是一個 台灣的商人開的啤酒吧 所以 在 香港做生意的台灣人其實也蠻多的 只是 為了 做事大概都比較低調 看一下這邊的環境 我們看到對面的大館 那這邊有一個雲弦街的小小的 呃 郵局 呃 就我記得當時候幫Mini Color搬家的時候 就跟他拖著行李 啊 滾滾滾 把貨送到這邊寄走 這是一個 很辛苦的過程 走走走 嘿 喔 哈囉 嘿 呵呵呵 他跟我hello一聲 嘿 這是 這個 呃 傢俱我蠻喜歡的 好接下來我們要走到對面的大館 那大館是什麼地方啊 這是以前的警署 呃 大概是殖民地時期的警署 喔 看一下他 他不願意 他不理會我 好這邊就是老外非常多的區域喔 那你看這個穿背心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他無視於現在8度的低 我就繼續穿背心 嘿 那我們要到馬路對面去 喔太慢了 呵呵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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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呵呵 那大館呢 大館是 以前的 你現在不好意思啊 我可以 啊 Videa喔 OKOK 不好意思 你有申請的 有申請啊 有申請啊 喔OK OKOK 我 不好意思 嘿 糟糕不能 不能進場錄影 因為會被投訴 剛剛 我講的 一連串的廣東話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那大館是殖民地時期的警察 總部啊 那這幾年 古蹟活化 就變成一個 餐飲區 加 古蹟活化區 哇這個 這個感覺就是榆林莊 哈哈 好這邊走到 呃 這個 這個區域就是 SOHO區 SOHO是另外一個 外國人比較多的生活 生活區域 大概就是 酒吧跟 呃 一些餐館非常多 那本地人都是到 SOHO去用餐比較多 好 那剛剛樓下的藍櫃房 就是 觀光客的比重稍微高一點 呃 有觀眾說 我要買iPhone 12 Pro Max 其實好像拿三軸穩定器也不錯 哈哈 你看這路的斜度 是不是 這種斜度 是不是非常的厲害 走起來非常的辛苦 喘一口氣 他大館不能攝影 只能拍照 所以我們就是在 外面看看他的 呃 一點點的痕跡 這些餐館到了 9 6點都得關啊 你有聽見我在喘的聲音嗎 這個角落 以前是一 也是一家酒吧 目前變成 一家特色的 餐館 欸 士丹頓街道 看我沒有 士丹頓街的業主 我們來看一下 業主的房子 這排隊不知道在排什麼 耶 我們走到士丹頓 街的豪宅了 請觀眾鼓勵鼓勵 觀眾鼓勵鼓勵 趙和仙 士丹頓街3號 非常 高的豪宅 好 那我們快速步行過去啦 這家都在排什麼 backhouse 哇 真的 哇 backhouse 看起來不錯 你看 哇排這麼長 排麵包啊 排麵包店 好 好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上走 這是一個半身手扶梯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上走 這是一個半身手扶梯 這是一個半身手扶梯 這個是非常庶民的生活 有許多在香港生活的台灣人 他們就搭著這個手扶梯 上下班 那以前呢 我曾經 就 站在手扶 禮拜五下午 站在手扶梯旁 然後隨機就攔截 路上認識的人 想說在這邊 攔截認識的人 在這邊一起喝個小酒 結果還被我 攔截到五六個 真是蠻厲害的地方 而且有許多 滾不住這裡的 他說 下班後就是要來 SOHO看一看再走 好 這是有趣的生活習慣 手扶梯怪刀 謝利街 好那我們就走到伊利進街 伊利進街這個轉角是一個西料餐館 我一直講了好幾年都沒有來吃 伊利進街上面的餐館也不少 但也關了不少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人 人潮比較少 有多different呢 你看關了 那個關掉的店非常多 那這一家是阿根廷菜澎巴 那其實在羅夏 在 在士丹頓街也有一家澎巴 你看這個路就是這麼急 加油加油加油可以的可以的 啊 啊終於 到我們了 嘿 這邊也關了 完了 非常多店都是關的 非常多店都是關的 哇這個非常歐式的餐館 對那個GoGoBang真的很大 我們曾經在郊外 想要回到市區的時候 那難不到 難不到taxi啦 所以我們就叫GoGoBang幫我們載回市區 趕快走到馬路的對面 欸這家我好像好來吃過 印象中好像是 就是某個台灣朋友的BURSDAY PARTY 那酒吧還是充滿了外國人啦 外國人需要酒吧,酒吧需要外國人 他們DESERTS EACH OTHER 唉唷 好歪 覺得有點危險 餐館現在才五點多,所以還可以營業 那我們又回到斯坦頓街,你看斯坦頓街上的 店鋪也 蠻多在重新裝修 這家是我最喜歡的阿根廷餐館 這家是我最喜歡的阿根廷餐館 他也叫噴巴,不過目前 他要營業,但是他可能做到 6點就要收 好,前面我們走過了,那我走 從這邊走下去 唉唷 好大 這個斜度真是非比常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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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小的公園阿 就只有這麼小 這小小的公園 沒有 不是森林公園 是磚頭公園 這又是知名 網美打卡的地點 他就是有一整面 在這裡 好,那許多完美就會在這邊拍照 在這邊拍照 啊我想到,我當時候為什麼要走到這邊來 因為我本來想去 看一下 所謂新宗會的遺址 他後來開成一家酒吧 不過大概在兩年前也收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往哪邊走呢 我想想看阿 首先我們先過馬路 看到這就是半山手滑梯 延伸到上面的梯段 記憶不可思 趁這個 趁這個時候過馬路 怎麼樣 我記得這邊有一個遺址叫 輔文學社 那我乾脆來找找他 看看現在變成什麼模樣 好像又是一家不錯的咖啡館 這個是 休閒的 這個街市 你也覺得很訝異 就是 隔壁就高樓大廈 旁邊是一些 一個街市的一些攤販在賣食物 這個 感覺是 好像 前現代跟後現代的交織 這又是 一座 有一個朋友 製成的地方 那應該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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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一想 那個 輔文學社的地點 是在哪 好 白智梨 就是白智梨 白智梨是從這裡進去嗎 好像是從這裡喔 這是白智梨嗎 是嗎 看起來並不是 我們再走出來 Sophia你說對是什麼意思 下一條下一條 下一條 還是酒吧 還是酒吧 而且 警察就站在酒吧前面 虎視擔當 他們真的在講英文嗎 下一條 下一條 有 你看 酒吧旁邊是 乾貨店 莫非是這裡 欸 對 是這裡 沒錯 因為看到 喬子貝貝 還有酒吧 吼 喬口氣 喔 沒錯沒錯就是這裡 水源間 這是SBA 現在革命的場地在哪 現在公園都封閉啊 看到遺址了 府人文社與晚清革命 新學團體之先河 這可以轉嗎?可以 可以轉 懂? 酷 不過警察卑卑顯然就是等著 6點要把這邊封閉啊 好 好那接下來大家要去哪 給警察卑卑一個特寫 好結束了結束了我們離開 其實要拿手有點痠欸 哈哈 嗨 嗨 嗨 989898 許多98 這樣吧 我就舉著走走走走 重點是什麼TC請說 重點是什麼 在線等非常急非常趕 重點就是豪宅 是嗎 好 那個在線等不到 好對 四通八打沒錯 不要貼這個 貼這個現在很難看啊 呵呵 不 大家誤會了 那絕對不是密謀的地方 所有的革命的 密謀的地方都是在妓院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在 晚宅 晚宅以前叫夏環 就是 把香港紅燈區的鎖在地 好 確定了 要速速往地鐵站移動 那我就 順著這條路 那我們就拍到 香港地鐵站 咦 走到這裡 我怎麼記得 有一家 秘密的酒吧 就在這個巷子 有個秘密的入口 一間 七十九 兩間一百五 好我們又回到黃歐大道上了 有點塞車 沒有現在車可以走 哇好累 有點不太想講話 我現在要走到馬路的對面 喔喔喔喔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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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怪怪怎麼又走回公司 所以我不是在離開公司 就是在走 走向公司的路上 聽起來蠻悲慘的 好 茶湯會 有開 來看一下台灣的芭樂 一顆十塊 好 準備走 那接下來我要表演就是下班的 路上圖 圖中所見 好 我們又回到 Gaia這一家 義大利餐館 那已經有人在 喝著小酒吃的晚餐 其實今天這樣走一走就不能了 而且 中晚其實 你 除了中午之外 其他時間不太容易曬到太陽 因為樓實在太高了 所以 在冬天的時候 如果冷氣團來臨是 你會覺得蠻冷 而且這風啊 會從大樓之間的間隙 串來串去 少到臉 其實也是感覺 體感也是蠻 蠻低溫的 欸奇怪 路人對於我拿著 自拍棒這樣走來走去 還是覺得很好奇都會瞪著我一眼 就從這個地方 懷進來 那這就是中原大樓的 中原大廈的入口 那一般來講我會從這個地鐵站 悄悄的走進去 謝謝 上完地鐵站也是一個很繞的地鐵站 那月台好幾層,然後你搭車就要繞一繞 然後欣賞一下路邊的這些廣告 好,那這就是地鐵的入口 但一般來講我不喜歡從這個入口下去 我會從這邊再走上去 那我們就是從這裡就是穿越得不到 好了 那外面是乾落到,所以正在塞車 真是超累的 我覺得我在流汗 這樣拿有證嗎? 有 這一棟就是無限級廣場 他這幾年被許多業主轉手 目前的業主是 香港知名的醬油世家 好,從這裡出去 那走之距就是 上緩到中緩的連通道 那我們會從這個連通道一路走到IFC 看一下景色 走到IFC 你可以看到路人都很有 很有防疫浴室 都是戴著口罩 那這就是上緩的海邊 這連通道不錯 可以迅速在各個大樓之間穿梭 不需要走路面的人行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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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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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看接近 這就是李寶村 以前我上班的選擇樓 隔壁是南峰 南峰約有朋友在這一棟裡面上班 再過來是 中旅集團大廈 這就是 許多台灣人早期要辦 換台胞證或者是台胞證加簽 就要跑到這邊來 這好像在重鋪 國有的樣子 這邊景觀不要單調 就是快速衝高 快速走過去 這邊可以看到一些 中環的高樓群 那原处比如说有中国银行 那文化东高酒店 J.P. Morgan的大楼 那还有农民银行 那在我左前方就是RFC第一期 那农民银行我们看到它一楼的入口还是有隔板给包围起来 那香港的中资银行目前还是对从去年的因为社会运动之后 他们就是为防范自己成为被民众攻击的机构 所以都是在一楼把用隔板把自己给围起来 那隔壁就是知名的四季酒店 四季酒店 看一下四季酒店 那接下来就RFC RFC二期很高 RFC一点的日本人 在一起 de la 做法 楼 你看,他今天把我超車了 好,終於見到IFC商場 那我們的城市巡禮系列就在此告一個段落 那實際上這樣走走有點累想要去上廁所 那我們要結束在哪裡了 好,就結束在CT SUPER 好,我們進到F7可以看到裡面的人潮打扮就入實了起來 好,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文化對比 好,文化是指穿衣的文化 沒有其他的意思 好,現在走到IFC 好,我決定了 我們就拍到IFC中庭的聖誕照景 並不是這個聖誕樹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也一家RARA 這邊人潮又多了起來 這裡有Nespresso Nespresso就是 的隔壁就是 電影院 電影院目前都是關的 電影還關起來 好,店沒有營業 那這邊是入口 那Sofiti也被封了 好,各位,我們快到終點啦 好,各位,我們快到終點啦 終點就是 中庭的聖誕燈師 好,各位觀眾 我們已經到達我們此行 城市巡禮的終點 好,那我們要告一段落 請問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我們就要結束囉 我突然想到現在還有聲音嗎? 我覺得我的耳機的電力可能不太夠 這是一個好吃的 英國的 鴨料理的 餐館 好了,我們就結束在這裡了 好,各位朋友 拜拜